大家好,我是Stan 2月1号,韩国一位有着130万订阅的人气YouTuber 同时宣布了怀孕和结婚的消息 而因为他的立场文在韩网掀起了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Lala 首先,大家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 是的,一直主张非婚主义的我决定结婚了 而且成为了妈妈 常常说不结婚的人最终会先结婚是吧 虽然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但在长时间交往中 我发现从这个比我更成熟的人身上 学到了很多 并且开始想要与他共度一生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结婚 对婚姻持有特别负面的态度 我知道人通过精力成长 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但我就是想一辈子只为自己活 绝对不想做任何不必要的牺牲 即使现在我仍然非常幼稚和任性 但成为了妈妈 我会带着责任感 我会像现在这样勇敢的快乐生活 虽然现在对我来说 是身体和心灵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期 但我会作为Lala 为大家带来健康的笑容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地方引起恶意了 非婚主义这个词被太轻易的使用了 我周围也有很多人大声宣称自己是非婚主义者 但一旦有了男朋友就全部结婚了 现在如果有人说自己是非婚主义者 我都会有点那个嗯的感觉 就是因为有些人非得说出不必要的话 导致无辜的非婚主义者 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无端的批评 本来就够烦的了 不管是不是滥用非婚主义的概念 我不太在意 但问题是 不是因为决定结婚后而怀孕 而是因为婚前怀孕才决定结婚 这种过分的包装真的挺好笑的 我昨天看到也觉得 没必要详细谈非婚主义 直接宣布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提到非婚 这些人的套路总是 我本来是非婚主义者 但遇到了好人所以结婚了 结果就造成了一种 非婚就等于因为没能遇到好人 所以没能结婚的形象 结婚当然值得祝贺 但为什么那些将要结婚的未婚人士 总是宣称自己是非婚主义者 非婚主义是指 即使遇到所谓的命中注定的伴侣 也不会动摇其历程的人 如果都到了发生婚前怀孕的地步 那其实就是未婚状态了 所以我也是认为自己是未婚 非婚主义者在各处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真的有必要为了某些人的浪漫完美结局 而夺走非婚这个词吗 希望人们能停止利用非婚主义 来完成自己的爱情故事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决定成为非婚主义者 并不意味着不论遇到什么困境 都必须忍受和坚守 如果有人批评非婚主义者 那么问题在于那些批评者 价值观的变化本身是很正常的 非婚主义又不是什么宗教 也不需要像神父那样 坚守自己的教义 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 大家对此争论不休真的很有趣 就不能简单的祝贺吗 人生总是充满变数 今天坚决不婚的人 明天就可能改变主义了 需要这么批评吗 请你们先管好自己的生活吧 所以对于声称自己是非婚主义的人 宣布结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